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第几张 第二张 怎么开始就 应该是我们前年 去年就是做完那个双农玉那个 那个名字是从那里来的 后摄时空空构 反正那时候也是丢一对名 就是叫我想一个slogan这样 对啊 然后就乱抽了一个名字 然后觉得 这个东西还要可以拿来发展 那就用这个名字写第二张传辑的补助这样 对啊 然后这张专辑 其实应该会蛮多内容 就是我身体FB都贴了对啊对啊 哎呀 那你觉得跟上一张什么比较 跟上一张 这一张比较 我觉得就是 框架比较小一点啊 对啊对啊 其实就是很多东西比较清楚一点 上一张其实就是有点 我还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哦 上一张比较废 这一张其实就是可能我就是 比如他可能有什么曲子他丢过来啊 嗯 就把他就弄 其实在我的听我会觉得这张的 每一首的独立性比上一张高 对啊 然后就是 更有题目的感觉 就是你有更有把每一首歌的特色拉出来 因为这一张应该是 其实每一首歌都先有个idea 对啊 算是有个 我知道我现在可能去年的研究什么合成器什么 我就要对啊 把这个概念放进来这样 对啊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来聊聊那个你们的那个制作方式啊 因为其实很多人对这事很好奇的 因为电音嘛 然后Jazz嘛 然后我相信从电音角度的人来看 他可能搞不懂很多事 或者是从爵士角度的人来看 他搞不懂很多事 那但反而听众最爽 因为他们不需要搞懂什么 不需要搞懂任何事 不需要搞懂任何事 制作可能就是每个礼拜约一天 拉不加 那这废话 对不对 就是有些东西 有些 超废话 就是应该说我们这个是非常后制的专辑 就是非常heavy production 那一开始可能就是对他有些idea 他可能做好了一些也许是beat 也许一些based的一些东西 对啊 然后可能我去的时候 我可能就可以觉得哪里可以加什么东西 或是加什么旋律 加什么主题 加什么和弦进去这样子 对 或是把它弄成几拍 这样 我提供的比较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视角其实是非常合作性很高的一个角度 因为我先把我自己放在爵士乐的视角 来提问那样子 对爵士乐的时候来讲 他可能会要有所谓的就是曲子的样子 我写一个东西 我写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再把其他人放进来 然后其他人来卷那样子 所以也许也许这种工作方式 其实对爵士乐的时候来讲 或者是作曲视角的人来讲 他比较少见 所以他会不太了解 这个工作的形式到底是这样 因为会觉得说 啊就是gem 可是这个其实 这个工作逻辑其实会有很多 还是要关于 那个 叫什么 编 编法 然后讨论 orange的部分 现在应该也蛮多人开始 就是 不要讲爵士 就是其他类型 对啊 因为其实 现在很多新的爵士 他们其实也是 是当然当然 对啊 不要说Jazz hiphop的很多这样 对啊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是更 更年轻一点的 我觉得 一个制作逻辑来讲 好像是更年轻一点 也也算啦 对啊 因为他其实就是很多就是 把 对我就会不能放 几个简单的concepts 进去然后他就是 发展成 就是个乱死超级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会不累嘛 我会发展嘛 因为其实 谢明映他其实他可以很快的 反映到那个声音 会是什么样 他可以很快就是做变化 没错 对啊我不用给他什么菜 什么特别指令说 你要在那边吹什么Scale 什么外卦角的 对 所以等于还是保留了 那个Jazz 很即兴 而且是我这东西丢出来 去听音乐的 对我这东西丢出来之后 他可以再 或是再做 或是再整理 再处理这样 然后处理之后 我们再讨论这样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 其实也会 在所谓的传统的 爵士乐或者是 作曲视角来讲的话 也比较少所谓的 排练的 那个逻辑在这个 反而是演出的当下 他的变化性 我们演出跟专辑是 就是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就是因为原本一开始是 纯粹的就是即兴 对 那只是即兴在play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idea 就是也许他sample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先做什么事情 那那个东西后来慢慢变成 歌 变成专辑的东西 那可是现场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 就是维持就是 都是现场即兴来这样 那我再换到做电音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做电音的人 那可能我工作beats 对我来讲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其实这里面会有两个 我觉得电音的人可能 比较会比较好奇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你拥有这些beats 你的结构化的想象是什么 就你至少要把它撑到一个曲子的长度 这是对小柯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 明艳的这个环节 是怎么被选择跟放进来 或者是他 怎么跟你沟通 因为对做电音的人来讲 其实 不见得会有很大的机会 会跟真的乐手 可是我觉得现在是蛮多电音artist 当然啦 现在不太一样 一定是有那一环 一定是有那个环节 或者是很多人他们 其实本来就是这个底 对其实就是 是是当然啦 我觉得像小哥 他就是原本就是弃乐爵士 是啊 所以他在做这些 我当然知道啊 因为我们在场三个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所以我才要提问 我完全是完全没有乐器 对 所以我才要提问 就是其实我 我知道 去学一点乐器 去学一点乐器 来找 找特色工作室 就是介绍各个乐器老师 没有就是 我就回到之前 就是我们是 不见得要学乐器才能做音乐 很多学生来一件的 现在不见不见 之前很多学生来 他基本上是不会去乐器的 是 对啊 然后就其实 那他说 应该讲 不会很传统的乐器 对 人家搞不好建台也算 因为滑鼠也是乐器 就是学乐器的意思 不是真的只会超纵的音乐 就是传统的乐器 可是就是说 你在学乐器的过程 其实你理解很多 就是 音乐是什么形成的 对音乐的构成 也不一定要理解啊 我觉得 可是你会有一个 inside的角度去 去认识他 你至少你有听过什么 一开始 然后 我至少能找到这个loop 放进来 没有至少 就是 听到对的key 其实对他们来说 一开始就是 现在的话也没有了 因为你 然后因为你会操纵这个东西 我的视角是这样 因为你会操纵这些东西 所以你可以从音乐的里面 去感觉去看到 怎么一回事 OK 太好 我觉得你们两个视角不一样 没有 其实我都会想到 这次DJ Shadow 就是九年代 非常有美的乐器 他不会乐器 对对对 但是他的专辑 就是靠 为什么他的音乐性 可以那么强 他其实就是 就是 就是他们的天赋啊 我觉得 或者是他们 其实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 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彩料啊 对他们可以有很多 很厉害的东西 然后把它贴在一起 对啊 然后贴在一个就是你觉得 那不是一个会贴贴 贴出来的东西 对啊 就是唱盘主义嘛 说唱盘主义 就是会把很多不同的素材贴在一起 是 可是就是其实 因为我就是这几年 还看了很多就是 网路的教学 对啊 就是比如说18岁 那个YouTuber啊 刚好点阅起码几百万 然后 然后在那边叫你用 滑鼠 啾啾啾 这样子 对啊 就是他们的 第一个是 目前 因为他其实 电音 是某种高度类型化东西 嗯 所以他其实很多东西是 只要你对那个beat 对 然后 差不多的和弦 对就找得到 材料 就是可以说 就觉得蛮帅的这样 嗯 那其实他们会变成他们 他们很像小朋友 他们叫捏音色 对啊 就是他们去捏就是 诶 拿到唱片里面很像那个 反正奇怪的 bass啊 对啊 那我靠他们就是一下 捏一捏出来 那我这边弄唱 我觉得弄不出来 对啊 就是其实就是 然后他们只可能好像不太晓得 那些参数的变化 嗯 但是他们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噔噔噔,噔噔噔。 還有或者就是我這幾年 沒有不行,真的 就是我前幾年就是 聽那種 laugh or bass 這幾年他比較像比較紅啦 человек是 95 96年的時候 其實還沒這麼紅 然後就是 他們那時候還沒紅的時候 就是會放一個YouTube 一個小時的影片 都沒在幹嘛 還是在剪貼 然後他剪的聲音 其實也不是樂器的聲音 他一直在剪 就那種r ny sound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那個 melody 的東西 rolly で改成 對對對對對 然後你把 他就是把Glitch Hub的那種元素做得更誇張 就是很誇張 然後他就譬如後來他專輯出來啊 我現在那個Artist叫Frequent 然後他說那張專輯就是做了一年 一首歌就做了一年 他在那邊貼 每天在那邊貼 手工的 對對對 貼到你瘋掉這樣 Everton的那個全部都是貼的 都是貼的 都是撿的 然後Granule的那邊一直弄一直弄 這個聲音我可能弄十分鐘就不想玩了 但是他們可以每天花三個小時在那邊弄 藝術家要受苦有沒有 對啊 沒有我覺得有一個說法很好玩 我之前看到有人說話 他就講說就是 因為譬如他說就是絕歲這個東西 譬如絕歲這個東西誕生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對於就是 有人講絕歲是很庶民 然後或是很就是 因為他就是等於就是也是打破很多規則 對 你愛做什麼就怎麼做都可以 然後你不用照著既有的方式來 執行音樂或者是說演奏樂器 是 所以很多新的發展的東西出現 對那後來人家講說嘻哈其實它也是 其實某種意義下面它是一種新的爵士樂 它其實也是就是在把這個 就是爵士樂帝國主義 這個框架在跟打破 爵士樂帝國主義 會主義 那電影 沒有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看起來電影其實也是這樣子 你說小朋友他們不需要真的知道音色是怎麼做出來 他們只要有軟體 他們只要有sampling他們就可以就玩捏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帝國主義 沒有 所以也不算啦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Fried Lotus 它其實就是一個門檻一直降低 一直降低 那你剛講說創意哪裡來 美學哪裡來 它不一定真的 本來就不一定真的就是從 你從事的那一件 藝術那個方向 其實很多地方會有 會影響 然後或者是 或是它就是怎麼樣就是 滲入你的生活裡面 是 對啊 我剛講 Fried Lotus 是絕世帝國主義好不好 他家裡 他家的鞋頭 鞋頭就是 我爸爸 我表姐 王子 對啊 我姑姑是誰 講不贏 講不贏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意思是這樣的 就是 就是它的確真的是打開 很多很多 嗯 可能空間 等到讓更多的人可以進來 玩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 所以如果從契樂的角度 你會覺得說 就是 像小哥 假設啦 假設就是 先把他不要當成他是會契樂的人 你會 你會建議他 他真的就還要需要契樂的條件嗎 你會嗎 沒有 我覺得是 我覺得 我覺得是一個很手作 你要不要實際手去做那件事情 就是因為其實很多就是 很多電影官 所以你看一看之後 他就 現在應該還蠻多老人是這樣 就貼貼嘛 對啊 對啊 但是後來 Build Up 就自己就是貼一個Rise 對啊 噓噓噓噓 噓噓噓 噓噓 但是其實 但是其實 夠用 就是很多剛才比如說變公版 那 他可能有時候會成功啦 那抖音是不是就這樣嘛 是 對啊 但是有時候有趣的東西 就是一定不是那種公版 可以做出來的 嗯 對啊 自己玩自己捏出來的東西還是爽 對啊 就是你說演奏樂器 是 Play 他其實就是 這是馬悠有講的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在演奏樂器的時候 本身你其實就是 啊 這個樂器會給你一些 feedback 震動 什麼的 如果你很享受那個震動的話 他就代表說你有機會可以走得長久 那電影就抱著喇叭震動 有啊 對啊 每次22走就 22就震動 對啊 那就不一樣 看大海 那不是 不是 不是單純這樣講 就是 這就是 就是你 你實際上你把一個東西操作出來 一個一個一個樂句一個和弦一個什麼 對啊 那個那個感覺 物語 物理啊 沒有那個就是 對啊 就是很 physical 那是很 physical 的東西 其實就是很 戀物品 生活的 很人很深 fetish 就是生物的東西 好 那那回到回到廢屁屁屁空間啊 那假設說 通過我們前面討論的這一些 這些這樣子 組裝起來 那廢屁屁空間 必然就是一個 爵士樂跟電子音樂 就是 那就簡單講就是可以這樣講 簡單講 簡單講就是這樣講 就是說他的他的成型 我先不要孤論他那個 那 你們覺得說 或者說期待啦 就是聽眾也好 或者是 在這兩個領域的人 他們在聽你們音樂的時候 應該要 先 往 就是聽 往哪邊去啊 我覺得好像也不一定要有什麼框架 對吧 因為類型的話 就是 現在其實很難被 我覺得其實很難被單一處理的啦 對 就像我現在現在聽的很多電子爵士 他們就是真的 就是放在哪裡好像也不太像 對啊 就是應該說 但是你會 可能明顯聽到就是 哦那個音色 對啊 那個變 那個音色變化 其實潘雄爵士 因為你剛講的那些什麼小音色什麼 其實對聽眾來講 他你沒告訴他 他不會曉得 他就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興趣的 就是我覺得 聽過了之後 你真的覺得有興趣想要理解的 然後你不理解 我覺得可以 Dick 對然後我們很樂意分享 所以我一定要問你啊 哪有趣 可以啊 就是 像剛剛講到就是 好我 像我 我聽 我聽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其實 就是 最 我如果把它放在一個樂迷啊 然後就是 不是做音樂的人的話 我會覺得其實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跟平常聽到的音樂的 那個鳳都不一樣 就他一直在變啊 他一直在變那樣子 變哦 我覺得有趣是這個 我如果是一個 但是你覺得他 那那個變我講不出來啊 假設 假設我沒有樂理基礎嘛 我當然也不聽 聽也不知道說啊 這是什麼音階 是什麼和弦 假設我現在是這個狀態的話 其實我最快能察覺到的 應該就是 變化很多 變化很多 然後很雜 很快速 很多東西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可以解析啊 就是這個變 有時候是 有時候的確是 OK 和聲和弦 節奏的變 那有些是 音色音場 那也是跟我們現場的關係啊 所以我們現場其實就是 一直在 一直在 對啊 一個東西出來 他可能兩秒鐘後 他就變了 對啊 就是我們剛剛就是 之前寫過就是 這是Maxone那一陣 對啊 沒有我覺得可以講啦 其實其實 像這種東西 像這種東西 其實可以就是說 就是真的 每一首歌裡面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做 那就是 有點像是開 簡單聊也可以 然後你要講得很細啊 對啊 因為像如果我是聽眾 我就覺得說 哇 這邊突然變 變好空 就是那個聲音 就變很大那樣子 然後後來是有些地方 突然變得很很沉 很壓 很壓 很擠 那樣 啊就是看 所以我一個如果以聽眾角度 我的形容詞 我會是這樣子 嗯 嗯 啊因為 因為 你們的東西 這麼的邊界啦 哦 這麼的邊界 所以 對聽眾來 對不是做音樂的人來講 其實他要去探索那個邊界 我覺得他只能把自己放在那邊看風景 嗯 可是那風景對來講 他如果沒有察覺到的話 那 那就可惜了 嗯 嗯 就有點像是那個 你突然到了一個冰川 然後看到那個風景 可是有個告示牌 會簡單跟你講說 那個 那個出口 其實是冰河沖下來的地方 嗯 所以那邊的東西會特別 也海的顏色特別深 可是如果沒有這件事情 其實他沒有辦法察覺 啊當然裡面很多學問嘛 嗯 嗯 很重啊 對啊 對啊 這學問我不需要知道 但 我在講的就是可能 假設我今天要替這張照片做宣傳 我會需要有這個視角 就是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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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唱片專業的 唱片唱片 推銷 我覺得 我的確啊 就是你要告訴人家說 有 而且有一點就是說 除了 角色樂手聽不懂 有了 出電子樂 的人也聽不懂的時候 那就更那個了 所以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我覺得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還是會需要一些轉化 一些一些在詮釋 然後 可以幫助 就是 接受 或是感受這個藝術作品的人 這個作品的人可以有多一點層面 多一點角度的認識 對 對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 對 大家可以進去可以 也可以來聊 對 也可以 那我可以講 三天三夜啊 可以啊 對啊 怎麼那個怎麼轉 怎麼講 工作 我們怎麼弄的 我們下次再開集 可以啊 我們真的可以開集比較那個硬的 就很硬的 一手一手的 我可以把那個就是 檔案分享給大家 打開 給大家看 沒有問題 下禮拜 好 等你們回來 等我們回來 你們一個禮拜回來對不對 幾天 我等兩天 三天 四天 今天是四天 他比較久 然後一個禮拜回來之後 開始就是 呃 台灣國際即興音樂錦 那就 要開始 就是會 就是 Owen樂的這三個日本樂手會來 啊 我看到 然後會 我們會有很多系列各種演出 啊有幾場演出 很整個系列的話很多 二十二二三 二四二五 二六 二七二八 哦 這麼多天哦 大概九場 都在台北嗎 沒有就是 台北 台中 高雄 都有 哦 帥帥帥 那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就大家也可以上 來去看 臉書去看 這樣子 對 對 然後 anyway就是 11月最大的活動 好啊 那我們下禮拜就 從這個角度來 來做 哈哈哈 來解析 有沒有 那個 那個螢幕要有那個 要切換 切換到電腦 電腦螢幕這樣 沒問題 沒問題 需要需要 好啊 那個 那個 直播宅這樣 直播宅 直播宅 我們很需要啊 我們的確也很宅 等一下 幫我看一下時間 差不多啦 真的假的 有這麼快嗎 可以可以我們聊20分鐘了 好 你們可以繼續聊啊 其實 沒有我差不多 真的嗎 大靠 因為我有個首映會 不好意思 好啊 那今天 就先到這裡 先追在這裡 火車站 火車站 拜拜